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气温急降至零下25度 多伦多市府再发严寒警告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发布今个礼拜第二个严寒警告 直到进一步通知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局的预报 今天早上最高温度零下两度 但是随后温度持续下降 下午最低温度零下十度 而到晚上会降至零下十度 考虑风动效应就感觉有如零下25度 在严寒警告生效期间 多伦多市府将为无家可归人士提供相关服务 市长张德里昨天已经宣布 造用汽车旅馆的90个床位 被无家可归人士暂时砌身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官员同时提醒市民 在严寒警告生效期间 应该被长者、婴儿、慢性疾病患者等更多关照 高同TTC将整合票价乘客可享受折扣优优惠 高Transit和TTC希望通过整合票价 来方便乘客使用这两种公共交通系统 高Transit和多伦多公车局 会推出综合收费时点项目 为求可以降低收费 以及舒缓多伦多市中心公共运输系统人满之患 岸省运输厅长邓德华 Metulens行政总裁麦恢格 和多伦多公车局主席科尔 在今天早上10点召开联合记者会作出公布 这项计划要求高车票 为搭乘Union至Exhibition 或者Denford高火车站路线的TTC乘客打折 高车站和Union之间的单行车票价是5元左右 而在全市不限次数的TTC标价就在3元左右 按照新计划 TTC乘客乘坐高火车的费用是每个月60元 约克区76岁失踪老虎已经安全寻回 约克区警方证实 已经在今天早上寻回一名 由昨天黄昏开始失踪的白人女长者 这名患有失智症的76岁女长者 在经过严寒的一晚之后 身体状况相上大致良好 警方说失踪者最后被人见到 是在星期四下午6点左右 地点在多伦多北面 旺市Kill Street及McNaughton Road地区一部汽车内 警方和家人都担心他的安全 因为他有一定的认知功能障碍 只是会讲好笑的英文 红克顿杀警案检讨报告今天出路 事发在去年6月4日 男子布尔克先后向五名 骑警警员开枪 造成三死两伤之后潜逃 警方经过大约28小时大举追捕之后 将他拘捕 布尔克在承认三项一级谋杀罪 和两项企图谋杀罪之后 在10月的时候被判终身监禁 75年不准假释 比利时及时瓦解恐袭阴谋 比利时警方瓦解一宗规模堪 被巴黎恐杂的袭击一谋 警方趁疑犯出发行动之制 先发制人 击毙其中两人 另一人也被枪伤 疑犯涉嫌打算袭击执法人员 将对方斩手 尤其是结巴士 警方行动持续 陆续有多人被捕 警方突击单位 传出枪声 爆破声 隐约看见人影 有居民说 单位内的人向警员开火 拨火数分钟 两名非北约比利时男子被击毙 另一人受伤被捕 警方监听电话 知道疑犯打算最快 在几个钟头之内发动恐杂 星期四在东部维尔维耶采取行动 在单位内 手出炸药 多支AK步枪 手枪 还有警察制服 疑犯上星期 由敘利亚回国 在当地参与过伊斯兰国战斗 警方相信 疑犯密谋袭击警署 绑架法官或者警方高层后再斩手 同时骑挟巴士 挟持乘客 假如阴谋得逞 规模好被巴黎上星期 连串恐怖袭击 警方之后在首都 布鲁塞尔等地再拘捕多人 法国方面 亦应比利时的要求 拘捕疑犯 全国多间犹太学校 因担心受袭击 暂时停课 欧洲一再有国家发生袭击 或者揭发恐袭阴谋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情报指 欧洲有多达20个恐怖小组潜伏中 正正分布在法国 德国 荷兰等地 比利时的小组 就是伊斯兰国的指挥 相信是组织首次 直接指挥在欧洲的恐袭计划 欧洲刑警估计 可能多达5000人 由欧洲各国到敘利亚 伊拉克 加入武装组织 小猎犬2号出现在火星表面 欧洲太空总处11年前发射火星着陆器 小猎犬2号 等着陆器在火星上空 与地球失去联系 多年来一直音讯全露 直至最近 终于在火星表面 发现它的中影 在火星表面搜寻了 11年小猎犬2号的身影 终于再次展露于世人面前 而且它并没有变成一堆废铁 只是一直在火星表面沉睡 时间回到2003年 欧洲太空总署 展开它首个火星探测计划 而任务的核心 是由英国研发的火星着陆器 小猎犬2号 发射后6个月 小猎犬2号终于抵达火星上空 原定在圣诞节当日 离开武看太空船 打开降落山 登陆火星 可惜临门一脚功败随性 小猎犬2号离开武船不久 就与地球失去联络 多年来音讯全露 美国太空总署在火星轨道的卫星 一直致力在火星表面尋找 近日终于拍摄到 小猎犬2号的蹤影 证实当年小猎犬2号并没有聚位 它的确成功着陆火星 只是机身没有完全展开 令它无法继续运作 小猎犬2号直径近一米墙 原先计划在火星探测生命迹象 和转探地面 获取有关地质和气候的数据 巴基斯坦反查理周刊 示威演变冲突 查理周刊被指涉逐伊斯兰先知 引起信众不满 示威延宛至中东南亚地区 在巴基斯坦卡拉奇 示威触发警民冲突 至少6人受伤 警方以水炮和催泪弹拒散 大约200人游行到法国领事馆 现场记者说 部分示威者带同枪下而来 向记者开枪 向警察扔石头 新发社一名摄影记者中枪 宋远长久